老公,你的胎也换完了 换完了 换完了,你还这样干啥呀? 没有啊,就是放进去 整好来啊 塞进去一点 我们把这个脚踏车换 内外胎都换了 真棒 然后咱们俩过两天去骑脚踏车呀 好啊 再不去太热了又骑不了了 充气啊 嗯 要立起来摸车 要啊 我来我来 嗯 那我们这次去哪儿骑脚踏车 嗯 可以啊 你到大远那儿骑回来了 骑哪里啊 大远啊 机场那边呢 嗯 不是不是什么,高铁那边呢 对啊 嗯,不要 我们现在到了 把车在这边安装一下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轮子都是快拆的 好,我去帮忙了哈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走 我们是来到三坑老街 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全台湾最短的一个老街哈 现在我们到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能听到哗哗哗吸水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看一下这边的介绍吧 三坑老街 这叫什么 欧白洗 黑白洗 好,这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洗涤的空间 龙潭第一街 然后以前大家都是在这洗衣服的 还有一个古早的景 进水,吸水 进水,吸水 这个还可以用 还是有水 嗨 老街今天应该没准备开的哈 没有啊 今天不是假日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这有一堂开老婆 看这叫什么 什么 有点飘小鱼了 我有带鱼啊,你那个也有 这 菜包 老婆买菜包去啊 可以啊 一 一 买两多 这边就是三坑老街了 这边就是三坑老街了 看,只有这几户 这算不算最短的 最短的台湾老街了 好,现在目前看的话是只有这一摊开 对 我们来尝一下包子吧 有客家菜包跟草阿贵 老公那是念草阿贵是不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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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买一样一个 来尝一尝 这个是客家的对不对 对 谢谢 好 它这个不是普通的那种面皮 它是米做的 它是米做的 那会黏的那种吗 会黏 会黏的 谢谢 这一间牛问水的话就是在周六日才开营业时间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从来都没吃到过 我们都是平日来都没有吃到 刚才我从这边骑过来的绿油油好漂亮啊 漂亮 我们这边就是三坑自然生态的地方 这边都是免费的 我看停车要收费吗 然后没有这个门票 应该停车也是免费的吧 我没看到有那个什么停车杆什么的 还挺大的呢 这边 我们上次来的话这边还没有整修好 然后那边应该是一个水池 这边环境还挺舒服的哈老公 这蛮远绿色看上多舒服 来这边走吧 咱们去那个凉亭那边呢 对生态公园 那边不知道是不是有卖吃的 你看有人带那个什么就是休闲的椅子来躺 躺椅 还不错哈 野餐 哇 这好开阔啊 有山有水 看起来很舒服 有鱼吗 有啦我有看到 有啦我有看到 你看 大家抱歉啊 因为今天有在除草的师傅在工作 所以说有点声音 现在二段谈哈 姚 Israelites очень!". 哎呀 妈咪救我 加油啊 好乖 我们现在是要去回城了 天气今天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就是没有什么大太阳 有点阴天 哎呀不会那么晒 不会那么热 很舒服 然后现在回城的话 是因为女儿要放学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赶回去了 那就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再聊 拜拜 然后等一下我们回去的话 那个上坡要挑战啊老公 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上坡 刚才下来很顺 回去的话就 就痛苦点 好了我们先去挑战了 好我也要上车了 老公这边有个小小农场 看起来不错 我们下次带您先来啊 哦这看起来挺漂亮的 还有小帐篷 看看老天爷有保佑 我们刚上车下雨了 哇这个客家菜包啊 这个皮的话呢 店员说是米做的 然后QQ的很好吃 这里面的馅呢是萝卜丝 然后我有吃到虾米 然后好像还有笋丁吧 我看它那个上面写的还有瘦肉 好像还有什么配料 总而言之很好吃 谁要是来玩的话可以尝一尝 好现在等红绿灯我们来做个结尾吧 今天的总结是什么 刚才我跟我老公在车上呢 研究了一下 就总结就是 以后我们不打算找这种 有上下坡的这个自行车道 实在太累了 我们下次打算找一个平顺一点的 是不是这样了 太累了 好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马上要绿灯了 下次再聊吧 拜拜 拜拜 拜拜